各位觀眾 我們持續來關心 在這個屏東明倫國際 最新的搜救的進度 那麼本來是有三位的失聯者 但是在今天一早呢 是找到了兩位的失聯者 這兩位找到的時間點 分別是六點十六分 以及七點三十五分 各發現了一位失聯者 那麼目前總共有兩位失聯者 被找到 也因此呢 現在整個失聯的人數 是降到了一個人 但是呢 在稍早的時候 救護車先進來 他們是先把七點三十五分 找到的失聯者先運出來 因為在六點十六分 發現的這位失聯者 那麼根據了解 是在爆炸的時候 他被噴飛了 然後整個人是卡在缸梁上面 那麼也因為他人卡在缸梁上面 所以就比較難把他救出來 因此呢 現在消防隊員 還在全力 盡全力的 希望能夠把這位失聯者 趕快救出來 那當然呢 現在主要是 這兩位失聯者呢 被找到的時候 他們距離沒有很遠 那麼呢 但是剛剛針對這個消防局長的 這個說法 他就特別提到 兩個人所看到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是面目全非 你就可以想見 當時在這個火警意外 當下 確實情況是非常非常的危急 那麼根據我們的瞭解 在這一些失聯者被救出來之後 其實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現場 有非常多的家屬 一早就在門口等待 那當然呢 得到了這些噩耗的時候 其實家屬是非常非常難過的 尤其是直接坐在椅子上面 是沒有辦法站起來 然後呢 旁邊有非常多的師姐 都是圍在一旁 那趕緊的來安撫 這些家屬的情緒 畢竟這一場惡火 確實是讓非常多的家庭 就就此破碎了 那我們根據瞭解 這一場這個明輪的 這個明陽的大火 其實呢 在先前 就是在昨天晚上九點多的時候 火勢就撲滅 那當然消防人員 就是在處理殘火 而現在大家也都在質疑 因為在火警意外發生的時候 消防局長徐梅雪所對外的說法 一開始是直接說 有關於消防隊員 他們是一射水之後就爆炸了 結果講完之後 隔天再受訪 就發現他們把這個說法整個翻盤了 就一再地說 這一些消防員是沒有射水的 是他們進到了這個火警意外裡頭 然後就爆炸了 所以到底為什麼一下子有射水 一下子又沒有射水呢 甚至徐梅雪 他的專業背景也都被外界質疑 那麼現在今天徐梅雪都有了最新的回應 我們一起來聽 局長您第一時間有說消防員他們一射水就爆炸 昨天又改口說完全沒有射水 然後所以我們現場的指揮官也送醫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從他那邊得到正確的訊息 因為他在送醫當中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是我承認我有口誤 局長您剛剛就有提到一開始確實被誤解 然後你們就講錯誤的資訊 會不會擔心再來對您的批評聲浪會越來越大 這個擔心沒有一樣 我只把我的工作先做好 那那後續怎麼樣 我現在不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您可以聽到面對所有的爭議 徐梅雪今天都回了 但是恐怕會讓這一把火繼續燒下去 尤其徐梅雪他也認了自己是沒有外情相關的經驗 那所以現在的話針對他自己專業經驗不足 他說他都有具備相關的專業經驗 但就是沒有外情的經驗 所以現在外界還是質疑說那你這樣子是把這些第一線的消防員 可能是憲他們於不義嗎 那所以會不會有下臺這個選項 那徐梅雪他說他會認真的思考 同時也強調自己不會戀债 那另外一個非常大的爭議 就是說為什麼你一開始 一開始就說這些消防隊員有涉水 然後你後面就說改口說他們沒有涉水了 然後今天給大家最新的說法是承認了自己口誤 承認了自己被誤導 甚至也承認了這些廠商一開始並沒有對他說有涉水的這個情形 那怎麼會憑空就說出了消防員進到了火警現場裡面 一涉水就爆炸這樣的說法呢 所以現在看起來徐梅雪雖然都坦言了自己有口誤 坦言自己講得過快 坦言自己被誤導 但也坦言自己不戀戰 但問題是這一些爭議 而且在第一線可能是給大家錯誤的訊息 恐怕不是後續承認自己的錯誤就能夠解決 因此這一個消防局長到底能不能夠保住這個官位 外界也都非常的關心 以下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好 謝謝馬德帶我們來掌握在屏東目前最新的一個狀況 那剛才聽到了這個屏東縣消防局長徐梅雪他的一個最新說明 目前是已經釀成了9人死亡 那麼今天上午找到了兩名失聯者 還有一個人還在搜尋當中 好 那我們看到這起意外真的讓大家非常的難過 包括前高雄市市長 這個韓國瑜他都在臉書上面發文 他也表達非常的痛心 同時他也說到說20多年前他在立法院專門去日本來考察公共安全跟消防法令設備 那麼人員的一個相關試鏈他很驚訝發現台灣跟日本真的差非常大 巨大的差距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台灣消防人員是歸警察館 消防體系在警政署架構下是沒有辦法獨立來運作 於是他強烈的呼籲要求當時的行政院院長連戰先生 一定要把消防署來分立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公共安全機關 有自己的人員組織預算編列才可以更有效率來執行相關的公共安全任務 同時他也說真正的公共安全絕對不是只有消防署跟消防弟兄們的責任 那預防也很重要好他說呢如何要避免災害才是一個致根本的 這個致根致本的之道那麼一般的民眾呢需要來加強居家消防意識跟警報裝置之外 所有的企業廠商尤其你是有一些高危險性的 好像這一次的這個民洋國際裡面他有一些化學物質 包括了過氧化氫還有環節丸等等 那麼呢這個工廠應該要更完善的消防規劃還有積查的配套 政府呢要來善盡督察管理之責 好那麼落實消防安全的防範跟演習才可以減少無辜的傷亡跟悲劇發生 好看到這個韓國瑜呢在臉書上面給出了這樣的建言喔 短短的7個小時就有超過2萬人來按讚 網友都紛紛留言說 警消軍這個國軍所有第一線的人員都應該要得到更好的照顧才對 有這個政治齁有遠見的政治良心人物 那麼呢大家也會說 現在的政府現在的改革狀況 真的今天公祭明天旺季非常的無奈 消防隊員都覺得說呢千萬不要用殉職來換改革 那有人也這個說韓市長就是暖心的人 最會關心苦難的人也發生這樣的事情了 那韓總就說句句呢 都可以感受到你的真誠跟熱情 好為台灣的安全 大家一起來努力 感受到很多人的下書 還好 也不會って 這件事情 更長時間 和你打電視 散賊 打電視